你买些什么 我自己倾向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沽一半就是这个原因 没有沽了 因为第一 你真不知道我危机搞多久 可能又恶化 我沽了就很吃虧 第二 你沽了我的货7个多 我买不下 我怎么去抓下半年的第二波升浪 所以当初10个义叫大家沽一半 一半代流平安 另一半现在都开心 我觉得当时的判断 而且你不知道后市 我起码当时沽了一半 你想想 我那一半赚了三个多 我现在预下这一半 本身成本是七个多 减三个多 我成本是三个多 现在中海人是十一个多 我哪有压力呢 就算一天跌三成 我就立刻斩了 夸张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轻装上阵 笑着赢也挺开心的 但是 未来还有机会可以继续买 但是现在要大手入住 我就未必肯了 因为特别你说 据中海游来说 十一个六的话 我想第一反映了之前太特别色的原因 反映了是说低价会入口天然气 反映了回A概念 都七七八八的了 你有货可以继续刷 但是 如果你说现在这口价才买呢 我又觉得直播率不是很吸引 看到女小姐她有883 她说她有9.7买的 她说可不可以还继续拿着呢 她原本都打算是中长线持有的 那现在究竟上网目标是否要推高呢 你看值多少钱 如果你问我呢 其实你见到大概 十一个七八这些位置 都顶到实了 所以当然了 其实你就可以放一个 其实现在都有超过一元 其实都挺好的 差不多两元 的一个利润 也都没有人知道会升到多少 因为要看之前来计 可能地缘政治 接着是说柔组一些战略的处备 释放等等 所以很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短期的表现 你放一个指站位 举个例子 可能是摆一个十天线 那如果一天不跌穿十天线的 都是强势 强势我没理由自己主动沽 它再升上别加火 那这是第一个做法 第二就是 假设你超过一手的 或者超过两手的 那你就分断沽 我想没有人沽得到 最高的口价的 但是如果你说一夜沽了 再升上去 人来的嘛 过不了自己的关 总之又不听肥胖说 继续渣 总之我觉得分断沽 但是真的 十一个七十一个八 沽感一点 我又不反对 但是不行 我一定要拿到最尽 那你就试试用一个 我们叫霍风筋 或者放一个指站位的做法去考虑 我要能把架子放尾 点捏 有一种 实际上 就一个 时 可能